呃...想到吴克朗就说 目前我的奶奶叔叔都没事 会很紧张很担心 因为常常电落不到他们 他们几乎都在地下室 他们不接电话我们会非常的害怕 生个二宝妈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2月14号的时候刚好亲人节 就是我这一辈子收购最好的亲人节的礼物 我觉得神帝对我非常好 非常爱他 刚生了小孩然后工作很多 但是我很幸福很幸运 我家人都在 我爸爸妈妈都在老公在 然后都会帮我的 所以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我有我家人的帮助 有些家人还在家乡呢 那家乡有还有在家乡那边 哪家乡那边对您的情况 当然会我们每一天早上晚上都会来 想到乌克朗就说 目前我的奶奶叔叔都没事 他们都目前安全 会很紧张很担心 因为常常电落不到他们 他们几乎都在地下室 他们不接电话我们会非常的害怕 非常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平安 前面的母亲节啊 家人有没有跟着你找 还有没有跟着你找 母亲节有 我女儿有准备卡片 还有跟爸爸一起准备了一首歌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 跟我妈妈 我妈妈也在台湾跟我弟弟 跟我两个妈妈 对 老公跟妈妈跟妈妈一起吃晚餐 之前有跟Makio也蛮好的嘛 他今天有说明天要结婚了 Makio? 对Makio 他现在是有怀孕吗? 真的喔? 真的怀孕 我好久没有跟他联络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多一个人幸福 那就很棒了 恭喜 为他高兴 之前年底的时候爆发那个金贝的正义 想说后来有跟那些家长呢 有沟通过吗? 那个 以前 后来他们有讨论让我们上诉 目前是还不知道 但 说真的 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种人 很多不公平 虽然就很不想花我的时间 跟力气在这些不值得的事情上面 我希望能够花多多时间 认真的帮助孩子们 忙着训练比赛 规划一些活动 而不是去忙着提高一些 乱说话的人之类的 这个事情也不至于是 所以 觉得也不能一直这样子 而且 我这里有很多小朋友的缘故 不能影响到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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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